每个人期盼的生活样态不同 只要是责善固执的合理追求 便是一种认真负责的人生态度 洪正耀先生曾在上市知名建设公司 担任董事长纪耀秘书 也曾为上市知名建设公司 像是指标性地产公司 担任执行副总兼发言人 而在民国101年 在行善的共同理念下 发起创办了社团法人 台湾朝夕灵规慈善协会 我们的创会理事长的洪总 他看到我们社会上有太多的家庭 他需要得到帮助 所以他号召全台的网友 一同成立这个台湾朝夕灵规慈善协会 都是透由各地的里长 然后请他们提供名单 再由我们这边慈善协会派人去一家一家的访查 确认他们的需求以及状况 然后再去准备需要的物资 我们是在初期发展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人没有人 要钱没有钱 所以后来理事长觉得有感于此 他就成立了这家公司 何亚新 然后将所获得的一些银语 然后寄注到我们协会这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家公司 真的是非常的有爱 也善尽社会责任的一家好工夫 洪正耀结束房地产的职务后 以何亚新实业总经理身份 投身另一个贸易领域 在接触各式贸易商品时 也意外从中认识许多优质 又相对经济实惠的品项 何亚新的主軸是真善美 那我发现莫张钻真的很美 它符合我公司的主要标的 钻石跟黄金不一样 黄金有价 那钻石无价 一个钻石对每个人的定义不同 有的人是犒赏自己 有的是父母给子女 那也有金鱼间的护赠 它的价格相对很便宜 那也符合白领 粉领 都非常适合他们追求美的 出得了手 买得下去 莫桑钻主要成分为碳化系 为目前世界印度第二的宝石 坚硬程度可与钻石比拟 双向折光的特性 呈现出的七彩火光 约为钻石的2.5倍 不起物 不死灰 且易于恒久保存 由科技发展 进而培育产出矿石结晶 经人工切割技术雕琢 独一无二 却是许多人可负担的价位 开拓出独特的优势 我们公司主要的款式 都是由专门的 珠宝设计师在设计 那基本上来说 我们的代工厂也是 国际大厂的去做代工 客户如果有需要的款式 你可以专门给我们的 珠宝设计师做你喜欢的款式 我会选择莫桑钻的原因是因为 配戴他目前就是在各大场合 我可以不用去特别更换 项链 戒指 我穿的休闲或是正式都很OK 然后重点是他很物美价廉 要送朋友 家人都可以 有次在好友介绍下 洪震药认识了林仙文博士 林博士透过将草本植物 做奈米制成 并结合己身拥有欧洲 日本 台湾 中国的医疗修护奈米 为胶囊包覆专利技术 与何亚新共同推出 小分子系列产品 其中洪震药特别推荐万用膏 万用膏其实它主要成分是脂草 草本成分全部都是奈米 也就是小分子化 它是直接可以针对细胞作用 在舒缓的部分会加快速度 由直眼皮工厂生产把关 通过不含锡药 不含肋固醇 重金属等多项合格检验 由于原理来自医疗食物技术 对于人们居家与外出的防护力 更加生活信任 今年六月推出至今 仅靠网络平台及口碑行销 已累积不错的销售量 更成为许多人家庭常备应急的好产品 其实是我们家小朋友 我带他到皮肤科中心都看遍了 然后甚至朋友就是介绍有日本好用的药膏 我都用了 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 那有一天就 洪总就跟我分享说 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小分子 你要不要试试看 用大概一盒左右 那我很震撼 所以我有回馈给工作 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不错 用不断找寻更好产品的初心 让消费者感受到不断进步的品牌能量 投注于人与人之间 真挚情感的建立 分享全球创新产品 不只活出自己的精彩 也为更多人带来更新更好的发现 其实和亚新实业最主要的经营主軸 就三个字 真 善 美 那我是用创新的万用膏 它解决很多人生活上的麻烦 那在善的部分呢 社团法人台湾招新林归十善协会 目前仅就清寒家庭的物质捐赠 以及学校的奖育学金以外 再有余力的时候呢 会在极难救助的项目做开展 可以帮助到我更多的朋友 那在美的部分呢 和亚新实业建立了 来解释品牌行销莫桑专以外 还会陆续进更多 具有设计感的视频 让更多的选择来满足我们的消费者 对创办人洪正耀来说 对每一个选择抱有责任心 是面对自己与消费者最诚实的付出 像在身上涂抹万用膏 也像在莫桑专科下证书编后 留下值得信赖的认证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浪漫的花语 寄托心中的千万柔情 述说如花海般绵延的爱与祝福 花连结了微妙的心灵触动 让人不自意欣喜 偷偷许愿着永远保鲜这份 娇嫩欲滴的纯真感动 我从小就喜爱美的事物 甚至渴望从事美的行业 自小学移民到加拿大 并在美国完成大学回到台湾后 这个梦想一直没有改变 我认为永生花是花艺市场的趋势 所以全心投入在永生花的事业 如今我要借由永生花来完成我的梦想之外 将我的热情与专业来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鲜花经过特殊技术有机加工处理 免去恼人的花粉过敏迷虑 形成永生花 可保存二二三年的特性 不需浇水 只要在阴凉环境中适当管理温湿度 温柔浮去尘埃 这与鲜花外观几乎无异的花朵 便以永生花的姿态 成为常驻空间的浪漫 DIDRIV永生会所执行长Judy 在国外接触并爱上花艺设计 后与日本不雕花结缘 与日本不雕花协会上课 并考取国际证照 回台后自发进入广告设计公司 进修花艺设计 期盼将精致唯美的永生花 推向宏大 永生花其实它来源是很珍贵的 而且它又环保 结婚的话 做完捧花之后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装饰品 装饰艺术品放在家里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客人喜爱的几乎都是红色 代表喜气 代表美丽又大方 我们的服务理念是以最高的品质 带给顾客满意 所以每位客人来到店里之后 我们会用心去倾听他们心中的需求 再透过我们的专业花艺设计 来实现他们心中所想 曾在加拿大生活 并于夏威夷 攻读饭店餐饮馆里的Judy 不断实习 累积饭店食物经验 回到台湾后 于国际俱乐部 担任活动规划经理 如今将对 大型场地布置的了解 透过花艺呈现 精准依据合作品牌需求 活用不同种类花卉 富含情感又突出美感的绝佳运质 全为知名企业及建案的合作伙伴 像是专画线融会活动 大型家居商场 百货公司 住宅社区及露营区规划等 在四方水泥中 建构大自然情境 相互衬托锦上添花 而Lidrave永生会所的设计魔法 也让永生花 婉约细致的花卖纹理 在人们频繁的喜悦中绽放 那我们会先询问说 他们今天要送礼的对象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 他们会给我们看 他们想要送礼的人 他们的穿着 或是说他们的个性 那我们再去依照他们的个性 去做一个设计 之前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 她就是活泼乱跳进来 然后告诉我们她很多的想法跟理念 然后她也说到她的拍摄婚纱的背景 可能会在一个比较山上 然后背景是会在有一群丛林的地方拍照 那我就第一个想到就是 那她一定很适合黄色绿色 这种原野系的 非常奔放的感觉 那我就最后把他们设计出来之后 他们也是非常开心 凭着敏锐的直觉 与可靠的专业资历 为客人做出贴近人心的客制化作品 每朵送出的花 就像倾诉了满腔的真切 包含对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用心 对花艺设计师来说 若能为客人完整表达这些含义 就是他们的成就感来源 此外 D-Jav永生会所也开设花艺教室 让同样爱花的同好 能一起遨游返花世界 获得心灵疗愈 展开校园 花艺教室目前是我们永生会所的 一个主要的方向 然后我们会希望以日本布调花协会的技术 还有说他们的美感去教导二年龄层的客人 都可以了解说永生花的美好 让他们发挥说自己的创意 还有自己的美感 设计出属于自己美丽的花礼 我们的设计以高雅时尚多元为主轴 并希望将永生花的运用推广到国际上 让更多人了解及使用永生花 也期望将我们的专业与设计理念 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成为一个国际品牌 花开花落是自然规律 延续一份想象与美丽 却能创造永恒的意义 Digev永生会所 花艺与绝妙设计的结合 为冰冷建筑带来绿意 各式各色的鲜艳花朵 在花瓣的轻柔感化下 仿佛心中建立了秘密花园 将对完美梦想的憧憬 与期盼天长地久的情感汇聚 陈旧永生难忘 充满祝福花语的梦想之地 天气转梁 许多人想到店里享用热乎乎的火锅料理 除了口味是选择的因素 汤头是否够味 是火锅料理中最灵魂的关键 而汤头坚持以纯正原始鸡汤熬煮 这是极传远近闻名的原因 更有许多客人远道而来 这一切的盛况都要从创办人 李美玲打造极传的坚持说起 台湾人很喜欢吃火锅 我就说第一个要帮汤头那些 一定要做好调好 我是喜欢自然的 我不喜欢放些烤味料那些 店里面全部是用毒的 经过泰式店20年 所以在泰式店用了那些高汤 很肚腾我就拿来用在烧刷锅 烧刷锅来喝的人他都很喜欢 他都重复重复来喝 当年创办人李美玲只身来台 用全部积蓄开了泰免料理云南小镇 带入道地绝美鲜味 不加防腐剂不存货 连打抛猪的辣椒全都亲手做 让云南小镇打出响亮名号 延续要求品质的严格精神 前年集赚鸡汤海鲜过物正式开张 坚持汤头不加任何味精与汤粉 让鸡汁的鲜香味美在口中并发 并以醇厚汤底调配出 满足不同客人味蕾的口味 鸡汤比较养生 因为鸡汤我们熬 一天熬两个小时 肉质的品质骨头都是土鸡 熬出来它的汤头就很香 这家它专门卖鸡而已 它没有卖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选东西我就选 主力卖东西之后 卖太多种我就不太喜欢 它会不信心 其他口味也让人着迷不已 以鸡骨汤底熬成的北海道昆布锅 加入鸡头及香茅 与鸡汤底的太极酸辣锅 加入迪化街精挑细选 养生食材的养生药膳锅 还有豪迈放入鲜奶调制的白酱鲜奶锅底 活力鲜汤锅则加入新鲜采买的大颗鲜 真材实料让人大饱口福 水不能放太多火不能开太大 因为慢慢慢慢的熬慢慢的加水 它就会有香味这个油就会上来 你就会抑制的撇它的泡泡 主打新鲜食材及肉品 新鲜的肉品与美味鲜酥 各式风味应有尽有 品尝食材最道地的远汁原味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享受 我们的产品就是用的 我们老板娘很严格 她都会用的都是梅花肉 然后酥的部位 鸡的部位 她都会很大 就是看的都会用的 就是吃饭会他们就知道 口感什么的对 还有后酥就看的都会用的 我们的酥也是就是台湾的酥 对 现在都是用的 我们老板汤头会 它都会弄好的食材 那就好的汤头 辉素还是什么都会我们都不加 因为我们的厨房是有开放的 可以来参观 放下锅 刷煮后 肉片由红转白 香浓气味扑鼻而来 明虾 草虾 天使红虾等 一口吃下感受肉质细嫩柔滑 软嫩鲜美 肉片上油花均匀分布 预示着入口即化 再将蔬菜放入锅中熬煮 释放出清甜精华 就算不沾酱也让人唇齿兼 满意幸福与感动 我觉得这个火锅就是还蛮好吃的 像它鸡汤啊 其实就是 非常的自然 就是它的那个食材 也挺有点清新的 对 但是它的肉质 我自己吃起来 会觉得说 真的吃起来还蛮好吃的 从它刚刚开始上菜的时候 我就开始看它的这些肉 都感觉非常的新鲜 然后它的海鲜的颜色也非常正 它的这个汤头啊 我点的是泰式的 那个酸度力道特别厉害 跟外面的真的很不一样 汤头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老板娘有用心 创办人李美玲 希望消费者能吃得健康 又有多样选择 口味甘甜 健康又暖胃的汤头 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又放心 她持续生根经营并坚持初衷 因此培养许多忠实顾客 用食物串联起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我来台湾二十多年了 台湾就像我家一样 来店里面吃的可能就像我家人一样 照顾他们 希望他们吃的东西都很健康 食材都很新鲜 不管是吉转鸡汤 云南小镇 李美玲表示 除了本着专业及品质优良的坚持 为了让料理更符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 将持续用心经营 为料理真实的美味开创新局面 以香气入魂 以纯粹迎人 让清香环绕在餐厅的每个角落 用美味与客人缔结缘分 蔓延一份来自内心的满足微笑 印度拥有丰富人文风情 在历史与文化交融中 品出独特深度 印度料理突出多层次香料的风格 一口尝下 并发回味无穷的异国情调 仿佛置身当地的精神畅游 印度人Minesh多年前来台旅游 被台湾人情感染而爱上此地 私底下热爱做菜 也借此抒发思乡情绪的他 时常向周遭人分享印度料理 收获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应 这让他下定决心成立印度餐厅 奇里斯印度料理因此诞生 除了呈现道地风味 也融入瑜伽对人体机能的了解 降低料理的盐分及油度 将香料调配成让身体适度发热 但不过辣的口味 在享受美食的当下 同时拥有食疗的健康 从开胃菜一路舌尖漫游印度 阿沙拉薄饼卷将印度脆薄饼炭烤后 以圆筒状包裹小黄瓜 洋葱 番茄等香料内馅 清爽又开胃 而印度著名的烤饼 用传统烤炉烤出焦脆 有加入香蒜及香菜 等秘方配置的蒜味烤饼 包裹松软马铃薯的马铃薯烤饼 单吃可口 配上咖喱 更是绝佳滋味 Around the vegetarian we have mixed vegetable curry which we are using most of vegetables fresh vegetables and we go with the little onion sauce and tomato sauce with the spices and that gives a very nice structure and also it gives a very nice taste so all the spices are very useful for our body to simulate your body and also detox your body Chicken or the non-vegetarian 我最爱推荐鸡肉 首先是鸡肉煮的 然后鸡肉煮到旁边 然后从鸡肉煮到旁边 然后我们煮红豆汁 然后用红豆汁和酱油 然后用忌辣和鸡肉 所以味道非常脆 你可以觉得有点困难 但是很柔软 所以我希望你试试 这会最好的鸡肉 那会是最好的 用自行发酵优格 与印度进口芒果酱 打造酸甜的芒果优格 还有店面及社群平台 都有贩售的姜黄拿铁 拉茶粉 马沙拉咖啡 每一道料理都展现深度用心 在这部分我们会非常在乎 我们所有的平台的留言 那客人他对我们的服务 是不是满意 餐点是不是满意 那如果不行的话 服务的部分我们就会跟 我们的员工去做讨论 那餐点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反映给 每一间店的厨师都知道说 今天这个客人 他的评论留了什么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 老板他几乎每一餐 都是在我们产品里面用餐 那一方面他也会 研究新的菜色 一方面也是 对于每一间店的品质控管 去做一个掌握这样子 连店内装潢 都能看出Minesh的极致坚持 从香料到桌椅 餐具及店内装饰 都由印度原装进口 Minesh还亲自设计了椅子 甚至连墙上的画作 都能找到他亲笔描绘的痕迹 全新投入的热情 成为许多套客的口袋名单 如今有各具风格的五家店面 更在开业第五年 荣获米其林推荐 给予极高肯定 基本上餐点都还蛮好吃的 比较像面包口感 有点QQ的 就平平还蛮好吃 单吃就还蛮特别的 然后酱料的都调得还不错 今天是我们节日的新年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舒适的东西 所以我很像我的国家 所以这个吃路之很好吃 我们推荐你们再来 很好吃 未来我们还希望保持我们的服务 和质量 而且质量的质量 我们会保持我们的同样 无疑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饭食 但是我们会比较高的颜色 这是我们的预期 所以我们从米其林开始 欢迎大家来吃我们的印度美食 游饮食接起横跨海洋的地缘关系 在台湾搬进活灵活现的印度风采 奇里斯印度餐厅为多元文化增添纯正 在人们口中开启新鲜不违和的异国遨游 就像清零现场呈现丰富味蕾的大千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